大家好,我是莫莉芬芳 今日内容是取材自一位曾经住在日本的台湾人的日记 这个故事发生在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 当时我们全家住在日本福岗 只要放长假就会去广岛的外公外婆家玩 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 开车走一般道路的话要花四个小时以上才能抵达 通常我们都是在爸爸放假的前一天晚上 工作结束后出发 所以都是开夜车 启程走了一小段之后 有个知名的休息站 我们每次都会在那里停留吃晚餐 年轻朋友大概不知道 在还没有高速公路之前 路边常刻意看到休息站 大多都是副大型停车场的餐厅 晚上经常有跑长途的卡车停在这里 所以也有提供司机休息的地方 这天我们一样在餐厅吃晚饭 餐后将继续往外公外婆家前进 但这次妈妈吃过晚餐之后 突然头痛 而且时间越晚头越痛 后来甚至还吐了 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好不容易抵达外公外婆家 外公外婆健壮 马上让附身在妈妈身体里的灵魂 进入外婆身上 这个灵是位男性 以前是开长途卡车的司机 他说自己在那家餐厅吃完饭 上完厕所后 一走出来 就被一台倒车的大卡车碾过 餐厅的厕所在室外 以前很多都还是粪坑室 所以会把厕所设在外面 并不像现代这么先进又明亮 男性的头部受到重创 当场就死亡了 所以妈妈才会头痛欲裂 他说自己已经在餐厅的停车场附近 游荡了很长一段时间 外公问他 为什么你一直在那里游荡呢 男性说 因为我没搭上救护车 因为他当场就死亡了 所以救护车抵达时 灵魂已经脱离肉体 灵魂一旦脱离肉体 即使搭上救护车 还是无法跟着一起上车的 因为灵魂和肉体的连结 已经被切断了 相反的 如果救护车抵达时 他还有一些气息 灵魂和肉体就可以一起被接走 因为他的灵魂被留在原地 不知该如何是好 才会一直留在远处 虽然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但却不知该如何往生佛国净土 或许有人会想 他可以回家呀 但发生这种突发事故时 有时候会因为某种力量 而将灵魂困住 无法回家 他杀或是自杀也一样 而且因为已经失去 存在于人世间的肉体 所以也没办法走路回家 就算问人 也无人回应 有些修行程度比较高的灵 虽然回不了家 却可以在原地 往生佛国净土 这种人 不论是在哪里往生 都可以靠自己的力量 到更好的境界 而无法靠自己的力量 知道如何回家 或往生佛国净土的人 只能在外头游荡 若不想让自己的亲友 变成孤魂野鬼 必须到事故发生的现场 召魂 将亡魂接回家 召魂时 有僧侣同行最好 但只有家人也没关系 到了意外现场后 念般若心经也行 总之一定要念经 背不起来的人 可以边看经文边念 接着喊 跟我们回家吧 一起回去咯 要跟紧哦 一定要喊出声音 听到这个声音 在外面游荡的铃 便会跟着家人一起回去 在医院也一样 医院经常发生 只有肉体回家 但魂魄却留在院内 不知如何是好的灵异故事 亲人在医院往生之后 我们要在旁边念经 一样得出声音 说 一起回家吧 跟我们一起回家 这么做 亡者才能确实跟着家人回家 免去在外游荡的可能 我外婆称得上是另一个世界的专家 对于看不见的世界 有很深入的了解 不管任何人 都觉得外婆一定能够靠自己的力量 往生佛国净土 不过当外婆过世后 外公还是在医院为他念经 并且对他说 一起回去吧 可以想见 呼喊 亡者 有多重要啊 如果我们不希望 所爱的人 在医院 徘徊 游荡 请务必将这件事 放在心里 另外 有件事可能会令许多人 感到意外 但我觉得 大家还是知道一下 比较好 就是 很多人会在发生意外事故的地点 摆上鲜花 但这么做 其实不好 最好 也不要用果汁或零食当贡品 摆上鲜花后 会变成在原地祭祀王者 王者一辈人祭祀 就无法往生佛国净土 而会以灵的状态 执着卡在原地 无法动弹 这么一来 即使遇到帮得了自己的人 就像那位男性在停车场休息站 遇到我母亲那样 也会因为已经被人祭祀了 而动弹不得 因而无法附身在 可以帮助自己的人身上 只能待在原地 等到某个能够帮助自己的人出现 在发生事故的现场摆上鲜花 或是准备贡品祭祀 希望某人的灵魂能够安息 都是出于善心好意 但事实上 却只会为王者带来痛苦 如果王者的灵魂已经回到家中 或是已经投身的 那么在现场供上鲜花 便不会有任何问题 但若王者的灵还在原地 这样只会让王者痛苦 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这点 命案现场禁忌多 叫名字跟你回家 法医高大臣 从业超过30年 解剖超过上千具遗体 各种光怪陆里的案子 几乎都看过 经验丰富 加上大炮感言性格 令许多人上门求助 专业建议 他也曾经在节目上分享的 在命案现场的禁忌 奇异现象 听得所有人惊呼不已 有14年经验的 命案现场清理师 小亮哥分享 清理现场时 虽然不会直接碰见遗体 但毕竟是待在往生的场所 他们作业时 会有默契的 不叫死者的全民 也避免称呼 彼此同事的名字 担心会刺激到 往生者灵魂 因此而被产生联系 小亮哥透露 有两位同事 曾经在现场 叫了彼此的名字 下班后 两人双载 骑摩托车回家 骑车的那位 突然听到后面的人 一直叫他名字 他转头询问 对方却一脸莫名其妙 浑身发麻的两人 向长官回报后 之后 大家便不在现场 称呼本名 就怕吸引好兄弟的注意 法医高大臣也提到 自己原本是无神论者 对一些民俗禁忌 不太放在心上 但遇过几次 不科学的事后 转变了想法 例如有一次到车祸现场 家属请了法师来招魂 招了很久都没成功 因为由于法师 是以时计费的 高大臣猜想 这法师八成是想多赚点钱 才故意拖延时间 于是便上前要他 快点了事 让大家收工回去休息 但法师坚持 没啦 他就不跟我走啊 没多久 在现场不远处 找到了死者的一只脚 这时倒是直呼 走了 可以了 高大臣解释 车祸的尸体 质地破碎 不仅法师 连现场见识人员 都很难从 现场状况得知 死者缺了脚 这件事令他印象深刻 很多人好奇 法医是怎么克服 现场的味道的呢 高大臣 之前接受新闻台访问时 曾经坦白地说 根本无法克服 曾经碰过已经死亡10天的案子 正是味道最浓的时候 当时刚吃完早餐 检察官就叫我过去看了 还没走到现场 外面就已经有味道 当时还有很多围观民众媒体 结果我受不了 就吐在口罩上 赶快用手误住 但法医在现场吐 实在太丢脸了 只好又吞回去 趁没人时找洗手间处理 高大臣表示 年轻时还可以忍受 但他到了55岁时 就觉得受不了了 尤其那味道会卡在鼻僵中 至少一个星期 即使衣服换了 还是常常隐约 闻得到味道